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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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是不是開了 一個月一次 多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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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一次都要說 每個月都有新型號出 很冷的你很寂寞的你 上個月就出了一隻 今個月給你兩隻 這個就是D系列 今次又不是Tarticle Mover 亦都不是DA D系列出兩個載具形態 都知道了 我們先講這盒 這盒 這盒 不好意思 沒有新東西 鑽式only 有兩架飛機 待會給實物看 大家看看 boxax 也是這樣 另一盒有一個新的載具 很傳統的一個盒的尺寸 方便大家儲 這架是新的 對 那你先講了 先講了 Walka那個 還是講了我那個 他玩這件事 他真的玩得很好 雖然原理很簡單 就是一個透明件 它的車頭燈 是透明件 但是它在這兩個位置 那條件 就伸展到這個位置 這裡就是外露 當你正面 當你有光 上面射下來 鏡頭拍到 你正面的時候 車頭燈 永遠處於亮燈 很簡單 就是 很開心 有這個做法 今次這個 Walka的載具 是新的 當然 這個集裝箱 已經出了幾次 很細聲 是否沒有開咪 我還沒開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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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重新講一次 是 發光的組件 有什麼吸引 就是它 用了很簡單的方法 在上面這個位置 那件透明件 可以採光 因為它是一件過的 在裡面 變了 只要你上面有燈 射下來 太陽能電筒 前面會有一個 好像開了車頭燈的感覺 很簡單 但是很開心 這是秉承著DICON 一貫的玩法是 它不用電 但是要你有發光的感覺 是 這個 它 之前 40年前的DICON系列 其實 精緒就是人仔 和載具 所以這次D系列 都慢慢沉醉在載具上 其實是對的 因為當你有很多機械人的時候 跟著想有載具 跟著就有機械人 或者一些集裝箱 或者運輸箱 因為DICON這個系列 其實真的 是一個很罕有的 以以前的玩具來說 甚至現在都是 就是它有很多 不同價錢的產品 是 你多一點 又可以 你買一個 200多 小時候200多 是很貴的 你爸爸的薪金可能是 2000多 3000 你想想 你除了就是那個玩具 但是 我們當然買不到那個 有一個吸索的基地仔 有一個車仔 彈出來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格式 相對反現在就是這個車仔 這個尺寸的車仔 暫時我記得 應該兩款 就是之前大風車的裝甲車 這架就是高速吉普車 這兩個都是偏向於寫實型 不是一個很科幻的感覺 就是偏向於寫實的 所以當你玩一些 例如DA系列很多 是偏向於科幻感重一點的 又可以 你玩去Tartica Mover TM系列的 寫實一點 又可以 或者玩到D系列 更寫實的 都可以 那幾樣東西都可以 適合尊便 這輛車仔 又可以打開那個 怎樣打拍 我們沒有溫習 今天 這個 打開那個駕駛倉 這個很靜路地 他這次很慷慨 還有這裡可以放下去 這裡是可以拔出來 當然 這個拔出來之後 可以給你換無限的東西 有什麼鋁達也好 又或者大的炮也好 你可以自己放下去 這次這輛其實我挺喜歡的 因為比較高速形態 這個 我看到人家可以加輪 對 這個可以加輪 就是這樣加 就是這樣加下去 還有這次這個 你看看配件 當然 這個顏色 如果你是草人齊的 就辛苦你了 不過藍色就應該不敢出過 這個顏色 我也不敢肯定 這個顏色是出過 因為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從來不會出雙倍的顏色 可能不是這些位置的配色 再反映一點 但是這個 陰陽和陰陽 就是鴛鴦藍 深藍、淺藍 好像沒有 真的好像 有出過 有出過 是一匹只是人仔 是 不止 某一個產品 應該是跟過這個 但是這次 令到你更加覺得 正 就是這個駕駛倉 就是這一套 這個駕駛倉 看似很普通 但是這一類型的駕駛倉 由於可以 這個比較細力 因為這些這麼幼的角 大家小心一點 很容易會受到損害 這次駕駛倉是新規造型 當然你可以跟所有駕駛倉互換 因為它都是那個尺寸的 為什麼這樣說 你不覺得它基本上就是太陽之牙的頭 簡單 沒有這麼花巧 也沒有說有頭收在後面 又要有頭收在後面 或者之前噴射機 又要變飛機 沒有 反撲歸真 最簡單就是駕駛倉 這個可以叫做最寫實的一次 其實它就是這樣 也要用這個 這個因為有天線 它就是這樣 這個就變成一個很簡單的載具 今次的玩法就是這個 這個之前都… 你說簡單又真的很簡單 這個車子就可以放進去 是嗎? 可能要放進去後面 有沒有呢? 還是要裝上配件 還是它有些… 它另外還有一些配件 會不會是… 這些配件就是 給你我來在上面組裝組裝再陷 或者這些… 這些筍位給你我來做其他事情 怎樣玩都可以的 是的 那些有創意特別是 會參加我們一年一度的大陸比賽 你就會看到這個可能會變成… 變成小腿 是的 或者變成這個主桿 是的 它本身它出這個小的載具 這個集裝箱的時候 都是預料給你 我們無限延伸的 那這裡有很多… 例如你玩一個… 這個就有黃線裝飾 這個就是藍線裝飾 是嗎? 是的 它就給你有不同顏色 不斷在這裡互換 這個… 這個… 可以… 而且你要弄些旋 一盒有多少個集裝箱 個個不同的… 是的 個個不同的… 這個有兩個 這個就是單一個 待會會介紹 有兩個 你要分別它是來自哪一盒呢 顏色不同的 是要慢慢轉換 因為每一盒集裝箱出的哪點顏色都不同的 你死了 買了兩盒 幸好我還未剪指甲 是的 如果有兩個就可以這樣拖著 當然如果有三個就再拖下去 觀眾說車頭可以向下推 這個嗎 這個向下推 就是這樣 因為之前推出這個集裝箱的時候 你把其他型號的集裝箱放在這裏 總是覺得好像差一點點 所以這次推出一個偏向於寫實一點 而且你真的陷進去之後 它自己已經變成一架載具 補給車 是的 這個挺好玩的 好 接著介紹完Walker那邊的型號之外 之後呢 我就說說 另外這一盒 這一盒就有兩個集裝箱 還有其他那些 你一看你就知道原來是鑽石 這個就見過了 可能是新色 看看人仔的顏色 如果你是操人仔的話 這個我喜歡 比較鑽石一點 這個比較鑽石一點 就是這一隻 噴開 這幾隻飛機 如果你有看 我們去年介紹 DA95 Walker Base下半身 和DA100 那個上半身 你就已經見過了 你現在可以做多兩隻 這兩隻就是DA95下半身 那兩隻小飛機 鑽石版 所以只是這樣 轉了色 上次他放在大腿那兩隻 其實就是這兩隻 那隻就是紅色和藍色 今次就是黃色和綠色 紅黃藍綠 真是七彩飛行棋 真是飛行棋 這兩隻就是DA100上面的載具 這架就是戰機 這架就是直升機 這架就是直升機 這架是放在肩膊上 沒錯 放在肩膊上那兩隻 重點就是今次你可以和這架一起玩 你可以放在貨櫃裡面 其實暫時他就會轉了這幾隻色 不過也不敢說他會不會再轉色 我敢說會 出到不知什麼時候再轉一轉 又轉多轉 說回Walker介紹那個 這架載具 其實你不用擔心只有一隻色 因為已經出了如無意外 好像是2025年頭 他已經出了另外兩隻色 又是另外一個設裝 就是這一樣的車 但換了另外兩隻色 所以如果玩DAHKAN 玩B系列 基本上就是玩人仔 以及玩載具 所以這個系列應該沒有什麼機械人 但你混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玩法變化萬千 沒錯 今個月就是這兩隻 我們用多一點時間 就想說一下 如果大家昨天 應該是昨天 有看Youtube上面 Tagata和Tommy都發佈了 最新的那個宣傳片 就是新的那隻 之前叫做New Machine 現在叫做Diabatto X-Cross-1 X-Cross-1 這次的造型 如果大家看過灰帽 其實之前已經看過了 但很差 因為你看過灰帽 你會看到它和第一隻 有很大的分別 是的 一上頭的顏色 好像差不多 但是 昨天看的那條宣傳片 如果大家可以上網看 你隨時看到 看似一樣 其實裡面的機關 你是未看到的 因為它現在只是說它變飛機 我現在目測 其實它應該有幾個位置 是應該和其他的DA系列兌換 首先 它的手 應該可以互換 是同一個卡扣 可以互換 它的背部那對翼 我暫時看 那個宣傳片 如無意外 它應該可以和Diabatto 就是DA-01 那對翼 可以互換 我暫時看 應該是可以互換 但是它上下半身的合體 就應該是有些改動 DA-01 那個上半身 是連同大腿 是 連同大腿 沒錯 但是這次它的切割位 就是在腰部那裡 正路 在腰部分開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之後出的那些系列 除了DA-01 和Buffalo之外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上下半身 D1系列的那些 譬如說D65 柯柏民那隻 D65 又或者之前那個 正常是這樣做的 反而D101那些很少有 因為它最初出的時候 沒有想過 條線去到那麼遠 所以一直出的時候 你經常覺得 我DA-01 甚至去到Buffalo 也是 回不了去和舊的一起玩 新的一起玩 因為那個互換機構比較少 他由D65 就是柯柏民那隻 開始 就嘗試一下 將東西混合 接著又可以 現在就開始去到 今次這隻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D1109 它的號碼叫做 他就想將多些東西混合 上下半身劏開 如無意外 就應該可以和D65 去互換了 因為那個接合位 我沒有推敲錯 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有玩過接合位 即是可以拿出來 拿出來 如果你還有那隻 因為那隻是橙到上天 那隻D65 我們到手那天 就立刻預備定 是的 要拿到D65 否則你就要找黑色那隻 黑色那隻更貴 我相信 這隻也將會出黑色 我相信 不會不出 不是基本的嗎 你不是預了出嗎 預了 黑色一定會 起碼四隻色 白色 灰色 那隻是月球 月面基地色 現在這隻彩色 大群色 黑色 如無意外 應該有隻白色 因為之前也推出白色 四隻色 應該走不掉 那出就糞 但這次 他再玩得多一點 如果你看看他 昨天官網也有介紹 他在日本有個展覽 放了一些灰霧出來 其中一個變形 就是像一條恐龍 對 我想說這個 對 他好像變成兩隻 都有生化的感覺 對 生化的感覺 這個 就要想想 如果他這次可以這樣變形 即是說他接下來 有可能 將一些恐龍系列的東西 引入去Diacron 更順利成章 和索斯一起玩 和索斯一起玩 其實最舊的Diacron 都有恐龍系列 其實是 即是未來 即是可能用這個 做一個契機 將所有其他的 四十年前Diacron 恐龍 慢慢慢慢 帶入去Diacron 這個系列 而這件事 也是非常順利成章 是的 所以今天先介紹到這裡 因為這個系列 我覺得越玩越好玩 今次多了幾架 又可以將自己的世界 再無限擴張 好 稍後見 大家一起感受 玩換隊的樂趣 繼續看ToysTV 感想 收拾了他 如果你還沒Like 那你按個Like 每天都有ToysTV 誰還沒Like 誰還沒Share 記得 來 來